主料,五花肉,250克,主料,土豆一个,生菜100克,蒜蓉酱,石油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五花肉切薄片用蒜蓉酱腌制,土豆去皮切厚片,生菜洗净版入盘中,土豆添杯水备用,锅擦干水烧热,涂一层石油下,腌好的五花肉烧火煎至双面金黄,下土豆煎至双面金黄,撒椒盐粉条, 生菜垫底,剥土豆片,最后再将五花肉拌好即可,烹饪技巧,五花肉用蒜蓉酱腌后,无需加盐了,土豆片配椒盐味道比较好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